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会第一次当主播 然后紧张的时候可以深呼吸 我觉得当主播很有趣 而且可以第一次体验 我当主播很开心 主播里面学到很多租税的知识 我很喜欢当主播 我在主播里学到很多租讯 让我们可以认识后置 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摄影机 当主播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透过珠税主播营的活动 孩子们学习到税收知识与重要性 进而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 和良好税务医师的公民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与牙医师工会常年合作 每半年都会安排牙医师 进入幼儿园口检和图佛 今年更有创新的 基隆市幼儿多元活动 小小牙医出体验计划 直接邀请大班小朋友 参访牙医院所 不只翻转对牙医恐惧的印象 更获得正确的 口腔保健习惯和知识 帮恐龙刷牙咯 怎么刷才正确呢 前一幕花下 小朋友美人 现在都很懂刷牙 我有学到要刷牙 因为我以前刷牙的时候 才刷一下下就刷我 现在我听到的这句话 我要练习 我就觉得我要练习刷 慢一点 让我学会 咬骨牙刺 听到很多东西 在这里 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刷牙 还有还有 躺在诊疗台上的恐龙要看牙 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牙医 诊疗室变为有趣的口味教室 议长童子伟很感谢 师父与牙医师工会的协助 真的分准小朋友对牙医恐惧的印象 我们从小就可以认识 这个保护牙齿的动作 以后老了就不会缺牙 我想非常感谢这样子用心的活动 让我们每一间幼稚园都有机会 来这个到诊所实际 让我们小朋友的体验 以后就不会害怕看牙 像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看牙齿 我想我们现在这样子的 这个牙医师工会的能量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跟协助 那也特别谢谢教育处的用心 常年与牙医师工会合作的教育处 今年大突破 推出幼儿多元活动 小小牙医出体验计划 我们是以全年性的活动 在今年3到12月间 会有接近30场的活动 让幼儿园的小朋友 亲自来到牙医师诊所 来做一个解牙的体验 然后增加他们护牙的知识 那我们今年预计 30场会有600位以上的小朋友 在今年能够做体验 我们更期待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在毕业之前 都能有这样的体验 期待就是金融的小朋友 未来每一个都牙齿健康 好好壮壮 让他们能够从小 就保护牙齿 老来就不缺牙 那我们金融市牙医工会 全力的配合 教育处的这一项活动 真的是全力配合 布立医院牙医科主任蔡婉如 新龙牙医诊所林新娘 及成敏牙医诊所林建宏 三位医生 发挥创意 运用绘本 道具模型 桌游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宣导幼儿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 你要看牙齿会不会害怕 不会 好每天要用什么牙包刷牙 看牙齿 那浓度要多少 一些 除了牙刷 还有我们一条的什么 牙齿 牙齿很棒 从小保护牙 老来不缺牙 透过创新的计划 让更多的小朋友 重视口腔保健 长大后 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小小良一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 现任立委蔡师益决定不竞选连任 原本提名初选民调第一的张炳君 又因案宣布退选后 民进党在基隆市立委提名人选 7月5号终于确定 由上一次初选民调第二名的郑文庭 获得真召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第一位是基隆市郑文庭议员 他同时也是基隆市议会党团总召 郑文庭他本身是律师 职业二十几年 热心公益 也非常注重弱势民众的权益 在民进党主席赖兴德宣布下 基隆市确定真召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参加立法委员选举 对此郑文庭表示 愿意承担责任 希望从台湾头引起 现在是台湾在国际社会 让最多人看见的一个时期 同时也是中国武统最严重的一段时间 在这样子轨局多变的国际情势里面 我们必须要勇于承担国家 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 因此我愿意站出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希望能够从台湾头引起 我们相信2024 台湾头会出总统 我们也希望在台湾头 赢得立委这一席 带领着台湾航向国际 面对实力坚强的对手 国民党提名的金融市议员林佩祥 曾文庭强调有信心能赢得胜利 我想相对于这个对手是正二代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是来自基层劳动家庭 那我有我的专业 我也长期的跟我们的弱势家庭 以及最基层的民众站在一起 我相信这样子脚踏实地的跟民众接触 绝对是赢得选战最有力的一个后盾 而对战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强调 自己将全力以赴 一步一脚印 倾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 把基隆人的心声带到国会去 前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炳君因案退选 民进党正式征召 现任市议员郑文庭 参选基隆立委 对战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对此林佩祥也强调自己将全力以赴 一步一脚印 倾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 把基隆人的心声带到国会去 针对昨天民进党党中央 已经提出来基隆市新的参选人 来参选这次2024立法委員选举 佩祥对此感到尊重 不过问到佩祥的心情的时候 我个人还是一样 我会秉持书中全力以赴 一步一脚印 倾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 然后把我们的心声带到国会去 另外一方面 全基隆市民都很关心的 前立法委员参选人张炳君 张义做的司法案件 佩祥希望在这边提醒司法单位 能够误望误众 然后尽快给他一个公平的审判 让我们所有关心此案件的基隆市民 有个交代 林佩祥也表示希望和郑文婷 来一场君子之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国耀市长上任后 规划与全市领长面对面的交流座谈会 中山区里领长特别参观市政府 并向市长提出建议 民政处希望透过座谈 让市政推动更顺畅 各位邻里长 这就是我们市长寺 基隆市政府的市長寺 来自中山区的邻里长们 来到市政府参访 特别前往市府二楼贵宾室 参观市府用来接待外宾的场所 大家都没记得 后面来就知道他们的三楼 最后邻里长们前往四楼简报室 和市长谢国良和局处首长 进行座谈交换市政意见 邻里长的部分 我们未来也会在113年度 跟114年度 我们会编列一些电动机车的预算 如果邻里长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来申请 但是这个月费要自己给付 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发展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了 就简单这两件事情 其实就是国良有在开去年 超过100场的邻里长会议的时候 有提到要做的事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包括中山里 包括文化里 还有包括居人里 还有黄里长是明治里 我们的里内的建设 那当然里长跟我们互动 本来就很密切 那但是今天也想听听 林长哥哥姐姐的声音 我们尽量就把一些时间 给大家来分享 我们的区长呢 他做事非常有效力 他会记下来 我们确定有一些是可以做的 我们请他记下来 未来协助我这边 来跟大家追踪执行 好不好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 会议中对于邻里联外接驳交通 电线杆迁移 停车空间规划 彩绘墙面清洁 及道路重新跑步等事项 林里长们当面向市长谢国良反映 谢市长也才是相关单位协调后续处理 并追踪后续围管情形 已经是我们基隆市有史以来 李里长到市政府来 来参加跟市长直接的座谈 我们的市长非常亲切接待 现在已经几乎到半数 我们有3300位的领长 现在这样陆续下来 已经超过了1500位的领长来到我们市政府简报室 直接的跟市长来反映 尤其在交通以及我们环境 也就是环境保护的方面 大家都有卓越的见解 让我们的市长在市政上 直接听到我们里长给反映 那也会具体的来追踪办理 里长 领长所提供的这些基层的新生 要做解决的方式 来提供给我们基隆市更好的环境 透过每一场领里长座谈会议 谢国良和基层面对面沟通 希望能够有效解决问题 让市府能够更贴近民意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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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 金星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金融市政府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员陈冠宇 林敏勋及联恩典服务处秘书黄博元等人的陪同下 前往暖暖街及东市街两处社区旁的边坡市场 解决地方关心的问题 画面上是暖暖区东市街26项71弄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员陈冠宇 市议员林敏勋跟联恩典议员服务处 黄博元秘书等人的陪同下 来了解让居民担忧多年的边坡落实问题 在这条边坡其实已经连续 几乎是从103年到去年 都有发生零星的碎石跟土石的崩落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既然这一条路是开放公众通行的道路 那管养责任当然是由市府来处理 这点应该是责无庞大 因为它并不是任何社区的私设向导 那社区在去年成立管委会很辛苦之后 也是为了让家园可以更加的完善 所以包含是去年多次用管委会 名义向前任的市府反应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那尤其是这个 我们以前是旧有的旧国宅 那没缺乏这个停车空间的这个设置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民众回来的车辆 就只能必须停在这个路面上 停在这个边坡旁边 那在去年的10月 就是发生这个土石崩落的时候 造成这个停在周边的这个车辆 这个被砸伤损毁 拿造成民众财产的损失 那还好车上是没有人 没有被砸伤 那如果砸伤那后果不堪设想 是不是说它的横向的歪 是不是要加个四条 还是它的钢网防护网 必须要加粗或者加密 这个可能市长是会帮我们 看相关部位要去了解说 不能只是恢复原状 针对这处边坡 从103年起 就一直发生落实问题 市长谢果良会刊后表示 将请公务处尽速妥善修复护网护栏 如果落实原因 为林务局疏于管理 将会请环保局进行开罚 首先就是我们会把边坡修复 然后要用稳定的工法 希望不要有落实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可能边坡上面属于林务局的土地 有一些落实或情况 会来毁坏这些车辆停在路边 那再来我们也会请囡囡区长 针对这边的环境 特别跟环保局一起合作 那其实这边是林务局的土地 但林务局如果疏于管理的话 那这一点我们可能也会给予采访 所以很感谢市长来到这边 然后也希望是说 可以透过这一次 将不只是将边坡护栏给修复 更多的是跟林务局展开协调 让整个边坡的安全 安全度是可以得到加强的 避免每年都发生 这种零星的崩塌落实 然后让住户的 不管是财产还是生命安全 毫无保障情况下 可以得到缓解 那这边现在我们这个 谢光市长上任之后呢 那特别把这一段 把它纳进去之后 公务处愿意来做 所以说希望说 不只是把这个边坡护栏 把它全面做一个更新 设置完成而已 我们还希望说这个市府 这边可能还要麻烦市长 是可能要请这个 产发处这边 针对这个 可能请水保计事工会 来或是那个 台湾城这个土木计事工会 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整个土壤的这个 软硬度跟这个整个土壤安全 跟整个山坡地的这个安全性 感谢市长今天 力领到这里 那么实际线刊 真实反映了我们 现况的边坡的情形 给市长知道 那么希望说 我们可以值得说 我们有生命的财产受到保障 那当然民众的安全 都可以受到 进一步的照顾 另外在议员的陪同下 市长谢果良 也到去年底 发生大规模土石流的 暖暖街281项 视察目前最新的状况 那时候果良就有去看 那时候很严重 那现在大家也还是在 恢复当中 那最主要是有一个 就是后方的一个 边坡的一个鉴定 到底是不是地主的一个责任 假如鉴定是地主的责任 市府就会来协助 来不管是求偿也好 或者是做后续的处理也好 那市府在鉴定报告后 我们就会协助这些受灾户 另外有提到就是说 不论是六堵的瓦斯气泡 或者是那次的 暖暖街的冲刷 就是有时候临时发生的 安置上 有时候民众会有一些需求 那我们全市 应该要选定一两个地点 就紧急发生一些民众安置的时候 我们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临时的撤离跟安置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请市府 把合适的地点找到 然后把标准作业流程 把它设定出来 对于紧临山坡地的社区民众安全 市长亲自到场了解关心 并迅速回应市府的处理做法 当地的市议员都给予市府团队 正面的肯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您来看 位在市区的爱二路车流量大 当地店家向市议员正文庭反映 希望能够划设卸货停车位 以方便上下货也避免违规停车 市议员正文庭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带您一起去关心 画面上是基隆爱二路 当地的店家向市议员正文庭反映 希望能在路边划设卸货停车位 避免货车每次都冒着并排的风险上下货 市议员正文庭邀请交通处等单位到场会刊 协助解决问题 我是怀疑说我们这里 这一排通通没有货车卸货区 我是希望他帮忙 我想说因为第一 我们也不喜欢去占另外一个 我们说并排 可是你不让并排 你要他去哪里 他要下货你要去哪里 因为这边画的格子 他一定停好了 你停好了 你说临时我不要留会 麻烦你开走 不可能嘛 你刚刚也看到 你看一停下来大家就塞死了 那大家都很为难 那你做生意的 你说不让他下货 怎么可能 一定会有过着这方面的困扰 那我们是希望 也能够帮我们 就是说 怎么画面 一个两个大家方便 因为这边本来做生意的地方 不可能没有卸货的地方 因为爱二路这边店家很多 然后租路的车辆也很多 行人或者是车辆都非常多 那再加上这个仁爱桥那边 正在整修 所以车流又加大 那附近的店家 因为他们经常需要装卸货 那就没有办法靠着这个路边 停在路边停车格 那因此我们建议保留一个卸货的 专用的停车位给货车来使用 那他们的收费方式的话 前30分钟是免费的 超过30分钟以后 每半小时收费30元 那也要提醒民众就是 如果是自小客车的话 可能就不能再占用 这个卸货的停车位 经过会刊讨论 市府将把其中一个汽车停车格 改成卸货停车位 市议员郑文婷感谢市府重视名义 一起让交通更顺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近年来成为不少影剧的取景地 常有电影 影集和连续剧等影视作品 到基隆取景 而近期新上映的绿镇工坊影集 八尺门的辩护人 特别在和平岛一带拍摄 演员范逸成等人来基隆宣传 市政府官销处长郭继 特别到场献花 希望透过影集行销基隆之美 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的影集 八尺门的辩护人 以一起外籍移工 凶杀阿美族主人案 意外牵扯出 緩緩相扣的社会议题 和人性的纠葛 導演唐福瑞 男主角李明顺 女配角蕾佳娜 和演员范逸成 最近来到基隆做宣传 特別前往正兵浴缸彩色屋前 和影拍照 还亲自品尝基隆石花洞和影品 有几次就是 在等待机器的时候 我只要闭上眼 听到周围的人在讲话 那时候还没行 所以他们可以讲话 用母语在沟通的时候 我就秒回到 自己台东的部落的感觉 然后睁开眼睛 又是现在的大门 很混淆 就像刚刚导演讲的 就是好像真实的发生在我人生的东西 然后现在正在拍摄这个东西 我感觉自己就在播 看到那些人都很亲切 然后讲的阿美族的口音 也是跟我们当地一模一样 这次来搬的新的地方 我就觉得 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基隆 对我来说 那这次呢又有机会 参与这个八尺门这个戏 我也才知道有八尺门这个地方在基隆 然后也才知道 阿美族是住在 住在这个国民 这个 海滨社区的 那这拍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 阿美族那边的住户 大家都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友善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拍了拍了 就带我一下去休息 可能也到他们家去借厕所 大家都非常的乐意借我们 然后也非常配合 我自己平常都很喜欢来基隆 就是我会去庙控 然后就从 从庙的旁边的顶边就开始吃 吃到对面的营养三明 吃到对面的泡泡丁 还有隔壁的甜品 我全部都吃了 由于剧中 在基隆八尺门真实的取景 基隆许多的知名地标都入境 剧组在拍摄期间 政府全力协助 宣传会上官校处长郭继 特別道场献花 帮新系宣传 行销基隆 非常谢谢八尺门的辩护人的剧组 来到基隆取景 我们知道八尺门 它有一个雅称叫做海门 因为它水载如带澄清见底 但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 也因为八尺门 它是连结和平岛跟本岛之间的狭隘水道 而且在当时的整个聚落 有很多丰富的故事 并且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 也承载了很多的历史的沉重 那我们谢谢剧组来到这里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以前都不知道的八尺门的故事 那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剧组 来到基隆探索 基隆好山好水 并且它是有故事的城市 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 剧组来到基隆取景 通过影集带领观众探讨族群认同等多项议题 也看见阿美族在八尺门聚落 生活的样貌和改变 记者黄绍铭就有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民国九十七年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金星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老板你刊登的直缺写薪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便衣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金融市政府关心您 机房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 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1.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